这一场选举 我比较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场立法委员的补选 第一个 赢的人不能算赢 输的人不能算输 大家都时常讲一句话 愿赌辅输 既然选票开了 赢的就是赢的 输的就是输的 还有什么话好讲 我不是看这个问题 我是看明星 韩国瑜说了 看的是明星 明星的变化在哪里 数字里头可以看出一些玄机 我们先来看到后面这一边 昨天两个选区 当然在台南的部分我们先讲 第二选区那个时候 包括了封关民调 昨天有告诉大家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说 信用界这一次 真的有冲出一些声势出来 因为到最后的那个 节骨眼的民调 我们美岛电子报的民调 做出来的是 三成三成五四成 不管投票多少 都会是赢的 不过最后开出来 他是44.31% 拿下了这么多的票 而郭国文的部分 请全党之力去辅选 最后是46.85% 但你要看的是 2016的得票率 原因是因为当年 黄伟哲在这边选 是几乎七成六 将近有八成这么高的 一个得票率 国民党的黄耀胜 只拿到了18.67% 这个差距 你就可以知道 非常明显从58% 插到之下只剩下3% 这场真的是让民进党选得真烂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么厉害出钱的地方 这样选 另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新北市的三重 2016当时高志鹏也是拿过半 54.54% 但是昨天余天的得票率 虽然过半52.04% 但你要看看郑士维 他可以把差距19% 来到只剩5% 通通都是个位数 这是很多人 当时在包括是国民党内的人 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但是韩国瑜说 赢不算赢 输不算输 虽然说还是要愿赌服输 士维哥怎么看 确实这个选举就是有输有赢 大家都希望讲说能够赢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讲说 也有很多的媒体朋友 在问我讲说 是不是韩流退却了 然后韩流的效应不够 事实上我有讲 如果今天没有韩流的效应 你没有这些党内的县市首长 甚至于党内的长辈 来帮忙示威的话 那今天我可能票数会差更多 刚刚彦云嘉宇也有讲 你说以我三重来讲的话 2016年54%对35% 这一次是补选 他的一个投票率 我们有拉到4成2 4成2 你看到他得到的对手是52% 我是46.77% 所以说你整个的一个票数 他的一个氛围是相当的借进 如果说今天没有明星思变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 你有可能讲说票数 只有差5000多票 我们之前也在预估讲说 我们的一个拉距 就在3 5000票以内 你看到打到这个选战 如果以我来讲的话 我主要是在三重如洲的一个议员 我主要是以卢州 三重短短的一个两个月 然后不到 然后我来打这场选战 打到最后整个民进党 请全党资力不够 还有把行政资源全部都下放 你看到只有输这样子 如果讲说 如果说以总结你讲说输跟赢 你就是输 没有错 我是输 但是如果说一个选票的 一个结构来讲 那确实是拉到了 拉到的一个比方 我也讲 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讲说 我的知名度输对手一半以上 人家是100%的一个高知名度 我最多只有五成多 但是你能够从37打到46 甚至于打到55波平盘 我会觉得讲说 在选前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民调也显示就是在误差范围内 就是在3%的误差范围内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满欣慰的 但是还是谢谢大家 给市委有机会 能够来打这一个选战 但是你讲说寒流的一个效应 他就证明就是讲说输了 那我讲如果没有寒流的效应 可能我还会输更多 没错 其实市委哥特别有讲到 于天可以说是 真的是全台湾知名度 非常非常高 因为他唱歌 纵横歌谈那么久了 所以知名度是很高的 那市委哥当然先天上 因为他努力很多 但是如果说没有寒流的助攻之下 其实这个得票率 恐怕也没有办法 开得这么的好 所以在昨天这个观察当中 你想问一下我们的董事长 你怎么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有人说寒流退潮 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寒流帮助 才有办法开成这样 民进党赢真的算赢吗 这个首先第一个大家搞清楚 昨天这个是个补选 补选基本上 它这个议题的操作 跟所有的空军的影响力 本来就非常有限有限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打到了四成多的这个投票率 就是匪夷所思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台南也是这样子 新北也是这样子 所以首先我要讲 因为在座有一位候选人 市委导致非常漂亮 我从一开始 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说 差距会有一段差距 我认为我从来上几个 一两个月来我就包括跟市委同台 我说余天有优势 余天有优势除了知名度优势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民进党的优势 民进党这次投入非常大的支援 市委本身是光棍一个 这是国民党打了一场 没有花钱的选举你知道吗 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谈的事情 但是真正的真相 就是国民党没有花钱 国民党长期以来给台湾社会 台湾老百姓的印象 就是花钱选举 没有钱不会选举 现在连续 从九合一到现在 这次的补选没有花钱 非常清楚的 你看到 连广告都没有 所以我们台湾这个 但是比较值得大书特书的 首先大家关心韓牛 韓牛没有退烧 为什么没有退烧 很简单一个议题 就是你看到在台南 你几个场最后的选情职业人 那个人气的 跟动员能力来讲的话 目前是不是只有韓国瑜一个人有 你知道他的第二号天王 就是朱立仁 很明显有落差 所以因此我认为说 谈韓牛要分两个部分谈 一个是国民党内的 韓牛的领先程度 一个就是全国领先程度 全国领先程度要考验 我们不谈 对不对 要看全国性民调 我大概美立岛民调25 6号开始就做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到底韓国瑜是占多少 可是在国民党内他第一名 所以我从头到尾就坚持认为 国民党除了韓国瑜以外 没有第二个选项 只有韓国瑜能够打2020 然后再回来第三点 我谈到台南这个选举 台南这个选举荒唐之奇 当然我昨天在选前 有人跟我同台我就预估说 郭国文或是谢荣介 两个都有可能会赢 但差距3000票 就是郭国文可能赢3000票 谢荣介也会赢3000票 你游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麻豆 你记不记得我前天在你的台上 在这个台上我就讲麻豆 我说谢荣介选麻豆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麻豆怎么可能输掉 麻豆不可能输的 如果麻豆没有输 谢荣介就赢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麻豆不可能输 因为麻豆的选区 陈小瑜的妈妈叫郭秀珠 他几次出来在造势场上 把麻豆输的里长 通通进来了你知道吗 所以麻豆根本滴水不漏 郭国文是输定了 我在前天还听到说 郭国文在麻豆是输掉了 所以麻豆突然间翻盘 在更早之前我就听说 有民进党的某大佬 新潮流人某大佬 讲得更正确一点 跟郭秀珠接触了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操作气宝了 在操作气宝确实成功了 因为气宝成功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麻豆是郭国文 没有办法进去的区域 郭秀珠只要态度一转变的话 开放这个区域的话 那情况就会变了 所以关键在郭秀珠 还有陈小瑜被气宝 气宝分两个层面的气宝 一个就是他外面在讲胡说八道 讲阿扁有用 阿扁屁都没有用 我讲白的 阿扁是议题你知道吗 议题是假的 议题是要配合下面资源进去才有用 他把资源一开放 议题是我现在变成在转 然后下面就进去 这个后面那个动作不上的话 光是议题是空气 我们刚才讲过空军影响力 非常有限 不管是韩国瑜也好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赖清德也好 再回来看麻豆 麻豆为什么民进党不可能赢 因为麻豆有个重要 你记不记得选前一段时间 蔡英赖清德去扫接到麻豆 在麻豆市场 被摊商拿菜刀砍他砍他 那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台北搞不清楚 因为赖清德任内 他签准了一个叫做麻豆市场 签建案 他把那个菜市场的土地 卖给建商了你知道吗 所以麻豆人是恨赖清德的 这不可能赢 所以怎么帅麻豆都不可能赢 所以麻豆这个赢 民进党真厉害 选举技术一流 但是绝对不是大家看到 表面上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赖清德这次 他自己的新化区 他占了那么多台 赖清德心里有数你知道吗 赖清德因素很小 我告诉你三区 国民党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选区的三区 全面赢4000多票 那个谁的区你知道吗 李全教的区 国民党为什么会有4000票赢出来 就是那个是李全教负责区 国民党大胜 所以就是输在麻豆一个区 麻豆这个区是必败的 民进党必败区 他被他反过来了 所以这中间的玄机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输家 叫做柯文哲 老金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的 他没有伤害人的力量 反而显露出伤害新潮流的心 这个是一个兵家大忌 新潮流不是全部是坏人 不要搞错了 只有少数的像陈菊的赵家宝 这个通缉犯贪污400万 这是坏人 你可以点名 你不可以说新潮流全部一起打 然后这时候你冲进来 地方政治他不懂 台南他很陌生 冲进来刚好就赶上了这一班 叫做死亡列车就挂掉了 反而说这场选举 董事长的分析是可以看得出来 势力稍长之外 有人打算不清楚 反而就扎上了一班死亡列车 我觉得当然如果就选举结果来看 输一票赢一票 这个胜负就是底定 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做政治观察 基本上观察来比较大的是说 长期以来的区域的变化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就这一次台南的状况来讲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绿道出资 可是他到底是一夕之间 他就崩盘了 还是他其实是有一个 长时间的变化跟累积 民进党自己没有发觉到 这样一个严重性 还是他根本无力回填 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于整体的选举结果来讲 如果连台南都产生质变的话 其他地区对于民进党来讲 会不会相对更为艰困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苹果日报在2018年的时候 市长选战完的时候 他所做了一个民进党 在台南市的版图分析 你可以看到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赖清德选举的时候 台南是绿油油一片 37个行政区里面 赖清德在这个地方 赢了36个行政区 其中多数都是赢6成以上的标数 还有赢到大概较近7成左右 这是2014年 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 民进党在台南市市长选举里面 他所遇到的这个状况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版图不一样 为什么颜色变 在这一次的2018年选举里面 国民党在这个37个行政区里面 赢了8个行政区 这8个行政区里面 我刚刚稍微找了一下 这8个行政区里面 有包含到什么你知道吗 玉井 南西跟南化 这三个地方我想董事长非常清楚 在这一次里面 谢龙介是赢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产生的变化 已经不是一次性的选举里面 如果我今天因为只是说2018年 我不喜欢民进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给了民进党所谓的惩罚 可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 同样在这些地方里面 其实他们票数一样是领先的 而且领先的区域里面 有包含到了南西南景 这个玉井南化身上 星化佐政大内这些地方 如果从版图上面来看 民进党其实某种程度 賴清德讲说 民进党剩下一口争气 我不认为他是为了选举的悲情 而吹票 如果我讲了指亚总政党不同意 所以是可以反驳 就是从观察的角度上面来看 如果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是成为一个 你想想看 经过四年的变化是这样 但是经过了第五年 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他无力挽回这个的情况 我们就回来看 台南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打到一个五五波 我不认为是说是谁不够努力 因为事实上 你如果真的观察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我认为补选参选人 自己本身的角色被极度的缩小 大家所极度放大的 其实都是旁边周边的人 好 比如说我这样讲 对事为兄我没有不敬 我的意思是说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大家极度的放大 韩国瑜的这个效应 可能参选人本身 他自己强调的特质 并没有在这个地方 被完完全全重视到说 因为我选的是一个立委 我怎么样在这里面 去凸显大家对我的认同 或怎么样 因为他时间太短 我觉得刚刚讲到 一件事情太短 你说现龙界在台南 就因为没有组织 我觉得这也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对不起 你当地还是有国民党的议员 你还是有组织在 你不可以讲说我换个区域 所以我这边没有根源 我是从零开始 我想观察选举 没有人这样搞的 所以我今天回来看就是说 这整体的变化 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真的会害怕的其实是 我刚刚还是强调 如果连台南这个区域 经过五年的变化之后 到这一次的补选 打出来告诉你说五波 你其他那些县市里面 没有这么明显的 被大家形容成绿道出资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回来看就是说 国民党他现在遇到的 另外一个 他可能必须要从现在去思考 因为我刚刚特别 跟指责求证一下 我说你现在有没有 国民党翻译人的身份 他说有 我刚才想说 如果按照指责 刚刚讲到韩国瑜的那个 像说没有韩国瑜不行 那可能韩粉会很高兴 因为翻译人可能 都用这样一个角度 但我相信他是个人评论 不是代表党政院立场 或是他代表党政院 我不知道 就是现在大家现在看的是 如果今天成如外界所讲的 没有韩国瑜的话 这一批还愿不愿意 那么大幅度的去投向 我觉得民进党会打选战 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今天在这一场选战上面 当然韩国瑜是一个很大的 影响的一个力量 但即便没有韩国瑜 这个的质变 是不是他依然在发生 如果他的质变依然在发生的话 对民进党来讲 他就会面临到一个最可怕的问题 就是民进党 有没有值得分裂的本钱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 在这样一个选区里面 民进党遇到了一个是 好 比如说你今天讲这个地方 不管是陈小英 用任何的方式出现 但他确实严重瓜分到了 民进党的选票 对不起 在补选里面 人家可以搞到1万多票 那个是人家的实力了 我觉得这是不要讲什么 就不要去讲说人家被分裂 我就不要扯这些 如果补选 他可以拿到这个比例的票数 大选的时候 如果再有一个强的跟你讲说 对不起 我不认同民进党 但我跟绿珠同源 你民进党输不输得起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选战对民进党来讲 他必须要高度集中 他必须要严格的去控管 他下面的所有人 不可以产生这种分裂的窗犯 所以代表什么 民进党会打一个团结的选战